在老師的帶領下,學童們一個接著一個,在牆面彩繪上顏色 助力於縣147縣道旁的大船入港入口意向 提醒過往旅客及返鄉遊子,港園到了 然而歷經多年,船型依舊,淡漆面斑駁 今年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徐靜忠稠募經費 港園國小家長會長及校友會共同配合下 校方特別帶著全校30名的學童,為牆面換上新衣 因為我們港園幸福團要起航了 因為我們港園社區的那個一線圖已經開始彩繪了 很開心啊 因為可以能親自來圖我們港園社區的船感覺很不一樣 然後可以跟別人說這是我們學校圖的 這個是代表我們的 我會跟大家講說這是我們學校彩繪的船 社區的發展必須靠國家未來主人翁傳承社區的活動、社區的意向 希望孩子能夠一起緬懷鮮明閉路藍旅的艱辛過程 透過一人一氣一筆的彩繪過程 集結眾人力量凝聚社區意識讓港園能夠代代相傳 我們把這艘船重新重新插載重新彩繪起來讓它更漂亮的 助力在一字溪線道上面讓這樣的活動凝聚所有港園人的心情讓它這個社區的招牌 我們重新幫它凝聚插亮起來我們希望預約下一站幸福的港園再次展現 百餘年前鮮明渡海來台 翻山越嶺選擇在目擊南溪的源頭兩岸 更山墾地直路取榮漸漸安定下來 而這也是港園地名的由來 港園社區欣欣向榮 曾經開風氣直線發展社區營造 議員吳國昌也十分樂見 並表示有特色的社區會增加社區亮點 能夠為居民地造美好生活環境 此次活動從學校出發與在地社區加強交流 在大家的齊心合作下讓社區意向重新亮麗 預約下一站幸福 一起迎接大船入港的日子來臨 下一站幸福港園起航 一二三 民意新聞 侯一輪 國慶香採訪報導